沈预言,欧洲钱太多,需要一场战争来花掉 七年前在讲话中暗示2022年2月22日可能爆发战事 已故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前领导人日里诺夫斯基 七年前,在俄罗斯一党电视脱口秀节目中讲话时 预测俄罗斯将开始部分动员 今日,俄罗斯电视台发布了2015年节目的片段 报道称,用日里诺夫斯基的话说 欧洲的钱需要一场战争来花掉 他推测,欧美将开展军事行动 因为他们的政府根本没有地方投资 政治家解释说,战争的理由将是巨额资本 万亿美元无处安放 毕竟,制裁仍在进行 唯一的办法是在欧洲某处开战 而后启动新的马歇尔计划开始重建 日里诺夫斯基当时表示 人人为动员做准备的时候到了 随后又纠正说只是部分动员 节目主持人彼得托尔斯泰还就此讽刺地回应称 他已为动员做好准备 报道表示,日里诺夫斯基去世前得知了 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 此前,这名政治家去年在国家杜马讲话的一段视频 在网上疯传 他在讲话中暗示2022年2月22日可能爆发战事 日里诺夫斯基也因成功预言顿巴斯局势走向 而被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杰格加廖夫称为先知